能够继续地做 来利益所有的众生 所以念念都在众生 念念都在众生 利益众生 那么继承着以前的志向 为道习猖狂 只有道呢 才能够让猖狂能够自然消灭 所以啊 只有道能够救整个世界 真是的 你看 大家都有道心的话 天下太平 道就是天理良心 在天叫做天理 在人叫做性理 在地叫做地理 那么天下万物都有理 物有物理 事有事理 道有道理 所以普天之下 得理则善 失理则恶 依照理来做就是好的 失调理就错了 你看天失理则心斗 这个天调失调理的话 心斗就乱了 那么人师理 伦常乖揣 地师理 山崩穿意 山也崩了 穿也意 所以都要一理而行 一道 一道而行 一理而行 所以只有道 能够把猖狂的东西 把它 让它消声匿迹 让它消声匿迹 体用兼该背 有体有用 有体有用 孝 像中 像孝 也是有体有用 要全体达用 全体达用 有体有用 然后这个杯子是体 装开水就是用 一定有体有用 这个房子就是体 里面进来住就是用 所以多有体有用 用很重要 用很重要 所以有体有用 兼该背 该背就是很完背的意思 很完背 很详尽的完背 很详尽 有体有用 都要全体达用 要去好好的善用它 必能日益章 必能够一天比一天的彰显出来 变成一天比一天的彰显 所以这个道也是一样 有体有用 有体有用 且看古贤者 我们看一看古圣先贤 他们怎么样呢 一笑众颂扬 他就一个行一个笑道 大家都称赞他 都觉得他不得了 传颂 赞扬 真的哦 我们看古圣先贤 他一个笑而已 他行一个笑道 就能够得到大家的传颂跟赞扬 这个太多了 我们刚刚提的24校 或者36校 或者最近的很多的发生的事情 几乎都是这样的情况 然后我们再举个例子 像铁窗内看到了父案 这个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有一个人 一个人假如错失了父母的教诲 虽然可以悔悟 不过维持太晚 所以我们常说 再回头一百年生 人生有几次 容易再走回头路呢 儿子在儿历之年 三十儿历 儿历之年 本应该回馈社会 一位父亲 却目睹儿子去坐牢 正是恨铁不成钢 老父亲 是何其的伤悲啊 底下呢 是记字 铁窗的寿刑人写的 他说 我被捕了 我被 我被 逮捕了 父亲呢 来探狱 看见父亲 涂添了许多的白发 更苍老了 真希望父亲 打我 骂我 父亲却说 七岁儿子已上学 媳妇说 会等你 其实 父亲所言 全是谎言 我早就得知真相 我妻子带着儿子 离家而去了 父亲为了减轻 我的罪行 多帮我 退掉一些账款 两老 已经把家中 值钱的东西 都变卖了 现在已经是 家屠四壁了 今天 父亲掩盖实情 来安慰我 是指望 我有妻儿的牵挂 有个生活的希望 有个新生的信念 临走的时候 父亲再三地叮咛 对自己要有信心 重新做人 看着父亲离去的背景 背影 我痛心地哭了 回想我自随着哥们 下海之后 就一直把父亲的教诲 当作耳边风 今日我落难了 父亲则默默地承受 我带给他的此路 还用宽容之心 与我共同承担苦难 又为我指出希望之路 我真的无颜面 来对此伟大的父爱 各位 这个是一个铁窗内 看到父爱 所以孔子云 非孝者无亲 此大乱之道也 孔子指出 不孝顺的人 就是蔑视父母 这个正是造成 社会动乱的原因 这个很多 我们再看一则 父亲留下的遗嘱 哪一家父母不盼望 儿成龙 女成凤呢 一位父亲 到了临终的时候 在遗嘱中 人不放松 对子女的教导 跟期望 还为了子女的前程 而最最最不安呢 那么底下有一段原文 父亲罗伯特 是一位电脑的高手 有名的大富翁 儿子杰克 却是个不学无术的 浪荡子 父亲罗伯特 年老四世 留下一份遗嘱 我所留下的财富 所在保险箱里 保险箱的密码 存放在电脑里 解开电脑的密码 就可以取得财富 如果肢解保险箱 钱财立即化为灰烬 儿子杰克 悲痛父亲的去世 可是又如何破解 保险箱的密码呢 杰克请来父亲 生前的高级助手 又请来一些电脑高手 来破解密码 都是束手无策 父亲的巨额遗产 竟然是向水中花 水中月向静中花 杰克决心自己攻读电脑 破解密码 从此杰克放弃了浪荡的生活 日月苦心攻读电脑的知识 几年过去了 终于有一天 杰克凭自己的电脑知识 破解了父亲的密码 打开了保险箱 保险箱内 仅有父亲的一张字条 写到 我的财产已经全部 捐给了需要救助的穷人 留给你的财产 不怕挫折 不断学习跟开拓的精神 这便是你一生享用不尽的财产 儿子杰克终于明白了 父亲的良苦用心 按照父亲的遗愿 不倦地学习 不疲倦地学习 勤奋努力 终究成为了一位 自立奉献社会的英才 这个也是很明显的 父亲用心良苦 在他临死的时候 还能够为他儿子 做出这样的一个建议 让他能够 不要变一个浪档子 而能够勤学电脑 而找到一个谋生的工具 好 这个是很难得的 所以我们看古圣先贤 行一个孝道 众生大家都会不断地传送 不断地赞扬 善属导人心 好的风俗可以导圣人心 所以大家只要提倡孝道 那么天下就太平 我们也希望 我们都要提倡孝道 人人都行孝道 天下自然太平 大同世界也马上就到 孝德是福框 这个孝的德性 普世都要把它扶正 都要把它 都尽量要把它提倡 把它提倡 英明远近词 有了孝道的英明之后 远近了都知道 这个词就是 诗就是发布的一日 诗就是发布的一日